2020年世界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城市的上空传来了巨响 一群丑八怪闪亮登场 刚刚是不是有人骂我丑 丑八怪的手下们四散开来 肆意的破坏着城市 但并未对城市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因为他们连办公楼都打不烂 长得丑就算了还没能力 对不起 与此同时漫画里的超级英雄们纷纷现身 联手对抗丑八怪的邪恶势力 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问了 他们拯救世界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也成为了超级英雄 那天我出门买菜 丑八怪的激光说巧不巧的 正好射在了我脸上 就在我快要咖喱嘎嘎嘎的时候 一个紫毛小哥发现了我 嗓爱同学 我在 他现在怎么样了 爱尔美爱千乐 可恶 没办法了 兄弟 你刚刚受到了丑八怪的攻击 目前情况很危险 现在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将你重生改造成超级英雄 给你三个选项 自力 体力 精神 你要选哪个 算的 那就精神吧 你真的是赚到了 两千年才这么一个名额 嗓爱同学 开始人体重构 我要变成英雄了吗 钢铁侠 蝙蝠侠 蜘蛛侠 我要成为 精神侠了吗 从生到 Streetman 你说的精神 是精神小伙的精神啊 那 我的 欢迎来到精神世界 Streetman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 浓美响 因为丑八怪的进攻 我和其他几位超级英雄联合起来 创造了这个精神世界 在精神世界里 战斗力的划分 是按照头发长度排序的 头发越长 战斗力就越高 那我怕不是废了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队长 A队队长 猴侠孙悟空 Monkeyman B队队长 橡胶侠鹿飞 Bananaman 心话不懂英文是吧 C队队长 盖侠名人 Horman 为什么是盖侠呢 你看那双鞋 啊 穿成这样了都不舍得买双鞋的 你有病是吧 好了 选择一只你喜欢的队伍 加入他们吧 关于这件事 我早就决定好了 哦 A队孙悟空 据目测 头发长度应该在50厘米左右 C队名人 精神小伙专有黄毛 但无奈长度不够 肚肥就更不用说了 而我要加入 就要加入最强的 不错 有眼光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洗个澡收拾收 那么现在拍给你第一个业务 A队队队长 在纳美克星遭遇了伏击 他太轻敌了 一圈头发 三只有五厘米的渣渣 但丑八怪势力 又宇宙魔方控制了他的心智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宇宙魔方 从他身体中取出 拯救贝极塔 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提个问题哈 这个宇宙魔方 是不是 噓 我们还没买漫威的版权呢 那你怎么能乱用啊 这次就由悟空带队 你 还有特南克斯 跟着一起去吧 我第一次就要打 这么厉害的人吗 实在不行的话 你去当个解说吧 我好歹也算是个超级英雄 让我去当解说 是不是过分了 一天两千 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我Spiritman 带来的比赛解说 I'm Spiritman 首先介绍一下比赛双方 红方是来自 贝基塔行星的贝基塔 身高164厘米 体重56公斤 年仅29周岁 头发长度已经来到了56厘米 可谓是天纵之才 一群头发色只有5厘 不对 还有个没头发色的 请不要顾及且说 而蓝方 是来自精神世界的Monkeyman 孙悟空 身高175 体重62公斤 头发长度52厘米 花花世界迷人眼 没有实力 别赛孙悟空的脸 好的比赛开始 孙悟空开场就展现了 非常高的攻击欲望 考虑的Kiko 开场对方技能是贝基塔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甚至来不及防御 就被打飞了出去 孙悟空趁这个机会蓄力 没有关系 他又开始了蓄力 但这样就有点蠢了 被贝基塔一套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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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宋宽是想拉近拿体数 但都被防御了下来 抓到机会了 精神小伙儿大败锤 拉开剧烈后 孙悟空又开始了蓄力 在蓄力到无管之后 生怒冲击 贝基塔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但他并没有以此放弃 找准时机 放出觉醒剂 虽然孙悟空防有大部分的攻击 但还是被冲击波颠翻了 两人现在都在找机会 蓝方突然换人了 特南克斯上场了 这不符合规矩啊 耍赖皮啊你们 打死我爹 原来特南克斯是贝基塔的儿子 但贝基塔很显然已经忘了儿子了 特南克斯真的太难了 你们听出来这其实是个谐音梗了吗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但老子毕竟是老子 虽然血量已经见底 但他还在疯狂的输出 特南克斯毫无还手之力 被打倒在地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诶 我怎么出来了 这是让我受人头的节奏啊 贝基塔血量已经见底 随便打两下便可拿下比赛 扔下贝基塔以后出门买菜 都可以挺着腰杆啊 没想到他俩竟然对我这么好 竟然如此 你的人头 我就收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实是一件事 真实是一件事 恭喜你们成功救出了贝基塔 精神世界又天原猛将啊 我问个问题哈 咱们精神世界里最强的是谁呢 精神世界里每个人都很强 除了你 大家都更有特色 不过要论爆发力的话 应该是小杰吧 小杰 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把他拍到了前线 他的终极技能 决心与觉悟之力 可以将头发长度在短时间内 变成惊人到250米 论瞬间爆发力 在场没人可以比得过他 我还是不能接受这种 一头发长短论战斗力的设定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有个朋友在外面等你很久了 初次见面 我叫夜神月 你也可以叫我 小帅下 头一次见这么羞耻的外号 他好像看得见我 是吗 难道他真的是那位 被命运选中的 开了铁眼的精神小伙 我差不多该走了 再见 sayonara 要放着他不管吗 现在还没这必要 事情果然变得 有趣起来了呢 砍けた Crient Dream 扉だけ 扉嘘 街が 雑に 溺れはしゃいでも 僕の痛い 舵を捨てよう だから Sundays 響くため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